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婚姻中最令人无奈的问题大概就是冷冻力了 可能在婚姻初期因为还有新鲜感彼此还能忍让一些 但随着日子过去,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就算开了口,面对的也是互相攻击或冷淡敷衍 而如此冷漠的婚姻,最后大多只能迎来离婚的结局 知名女星范瑞君当年就曾与小六岁的丈夫有过类似的经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她的故事 范瑞君出生于1972年8月17日 学生时期就读于北义大 早年曾出演相声、瓦舍、表演工作坊等舞台剧 后来她把主力放在电视剧 还曾夺下金钟女配角奖的殊荣 近年有《俗女养成记》及《坠爱》等作品 前段时间范瑞君曾录制节目《一代女王》 因为是第一次带老公戴立武同台 她坦言在露营的前一晚紧张到睡不着 直到快要天亮才稍微迷了一会儿 被问到两人的初次相遇 戴立武说当初自己参加了郎祖君制作的舞台剧 舅舅欢喜鸳鸯娄时才有幸与范瑞君结缘 起初两人并没有太多互动 直到戴立武站在舞台上表演 范瑞君才发现她如此闪亮 产生兴趣之后便主动上前交流 随后越走越近的两人终于成了情侣 两人相差六岁属于姐弟年 而在这段恋情持续了七年后 两人决定携手共度一生 到了2008年 两人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范瑞君陆续生下两个女儿 在许多人看来一家四口生活的幸福美满 而在节目上 范瑞君却控诉老公在家常常很冷淡 有点类似冷暴力 而且他从不动口也不会动手 但就是不讲话 而且总是甩一副臭脸色 与他想象中的家庭生活相差甚远 他还回忆到 有一次冲到门口笑脸盈盈地迎接老公归来 却被对方以笑什么笑带过 热脸贴冷屁股的经历让他很受伤 对于这件事 但立武认为家中是最安全 也是最舒服的堡垒 可以完全做自己 还说回家就没必要继续跟谁陪笑脸了 现在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范瑞君还是觉得 两人是要相处几十年的人 互动却如此少 这并不合理 他不禁感慨到 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 他给你的笑脸却最少 想到这里 更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而主持人钟心灵也坦言 其实自己在家也是脸很臭 会觉得在外面已经讲话 讲得烧生了 为什么回家还要讲话 但因为范瑞君 开始让他反省这样的想法 其实艺人们在工作时间 要随时保持最佳状态 不能透露任何一点私人情绪 回家后自然会想放松 回归平静 但若是伴侣为此感到伤心 那就得再互相沟通 然后配合 否则对任何一方来说 都很辛苦 除此之外 身为好友的钟心灵还爆料 有次跟范瑞君一起喝下午茶 前一刻范瑞君还指着他 大喇喇说话 但接到老公电话后 声音立刻变得甜美 而且脸上还出现 他从未看过的甜美肌肉线条 此言让范瑞君顿时脸红 而被问到老公哪个地方吸引他 他则娇羞地说 就很迷人 这种感觉说不出来 当代理五被问到 何时发现范瑞君对他有好感 他则笑说 一直都有感觉 让范瑞君更是害羞到了极点 范瑞君还说 因为自己是独生女 又是爸妈哄着 所以他理想中的婚姻 就是希望自己小鸟依人 家里一切都听老公的 没想到结婚后 真的以老公为天 老公回家或出门 他一定在门口迎接欢送 然而在录制现场提到这件事时 对方却说 那是一种干扰 但理五说 尤其是范瑞君送他出门时 隔着玻璃门一直看着他 但电梯又一直不来 让他既尴尬又焦虑 只能回首让他快关门 而这番话也让全场瞬间笑翻 他还说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范瑞君赫年他 就连他坐在沙发上起身 要去上厕所时 范瑞君看他起来 也会马上就贴心的问他要干嘛 更夸张的是 半夜要起来上厕所 他特地亲手亲脚起身 没想到还是轻斗范瑞君 立刻开口问他要干嘛 让他当场吓到 他表示 老婆可以说是随时随地 都在关心自己 当被问到会不会觉得 爱到有点窒息时 他也完全不给老婆面子 直说也不会就是有点多 此外范瑞君还提到 有次他跟老公在开车 结果路上遇到三宝 当下超级激动的他 猴老公不要让对方过 不过负责开车的老公 却一派冷静地说 那么激动干什么 没想到老公这句话 当场让他的理智断线 直接脱口说出 在家里忍得还不够吗 在外面无论如何都不要忍 结果同车的夫妻俩 瞬间陷入一片静默 内心默默冒汗的 淡立武则反问他 你在家里忍什么 让他听完瞬间爆笑 不过他们父亲俩 在一阵大笑后 可能一触即发的抱怨跟冲突 也跟着消失了 除此之外 两人照顾女儿的方式 也不相同 淡立武是个细腻的人 知道要外出工作五天 就会先在冰箱 准备一根礼拜的水果 每天提醒女儿要吃 而这让范瑞君觉得很烦 他解释说 小时候吃早餐 妈妈只会准备牛奶配果酱吐司 但老公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人 每天的早餐还会变换花药 让他光听就觉得很累 最后干脆让老公全权处理 如今已经49岁的范瑞君 过去在本土剧 《春天后母星》和《台湾龙卷风》中的演出 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这十年 他把所有时间都投入舞台剧 今年以疫情关系有三十一场舞台剧表演取消 因缘机会 他加入了明示八点档《黄金岁月》 他说自己演出舞台剧从没间断 却常有路人以为他退出演艺圈 不过他 吸引得很好 为何这么久没演戏了 让他一度哭笑不得 也因此而感慨 舞台剧还是太小众了 还好现在路人见到他 都盖成他剧里的名字 也可见八点档影响力之大 他在《黄金岁月》中饰演强势的千金女 与陈熙峰搭档出演夫妻 而陈熙峰这次则挑战饰演医生 造型上连与以往不同 不知头发特地用了白发丝 还戴起了眼镜 看起来相当专业稳重 而剧中的范瑞君除了想掌控女儿谢金颖的人生外 还要老公陈熙峰硬起来 跟他的堂弟争夺医院院长的头衔 是名副系式的控制狂 他表示因为剧情太惊烈 让观众相当入戏 甚至有观众留言 要他不要干涉女儿的感情还有学业 入戏之声也让他忍静不禁 戏外的范瑞君 有两个分别就读初中一年级和小学四年级的女儿 他坦言 心里有些台词自己常对女儿讲 像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你好 一定要用功读书 不然将来要做什么之类的说教 他还无奈表示 每次看到专家说父母不能说的十句话 他都会中六七句 也由此自然是个不完美的母亲 但他从不把女儿当小孩看 会认真讲道理 而被问到女儿是否愿意听 他则苦笑回道 他们二三岁时会认真听 现在听了都会翻白页 而后弹其他如今排八点档 是否会担心没时间陪小孩 他则坦然解释 认为归根结底是父母自己放不下 才会担心 他说过去演出舞台剧 一年之中有一个半月不在台湾 第一次离孩子太远 心里会非常难过 觉得小孩会很想他 当时半夜睡觉还会惊醒 想提宝宝盖被子 后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异乡 然而小孩适应力强 加上老公的悉心照顾 让他能够全心工作 无后顾之用 此外他算是个贯彻 君子不弃概念的演员 他出身表演科班 也得过脚 演技备受肯定 许多舞台剧演员不愿意接本土剧 但他并非如此 他说 真正的表演可俗可雅 要懂得观众要的是什么 永远不要轻视别人努力做的事 而顺带提及从小爱表演的事情 小时候妈妈周末都会带他去看电影 那部电影就会成为自己之后 一两周的养分 他会幻想自己身里面的角色 过大种生活 有时不满意情节 还会改变故事 此外从去年开始 因为疫情 有许多舞台剧演出 以疫情言道或停摆 但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 索性成空进修 先后拿到红酒 韩国烘焙蜡烛等专业诊书 还自己动手做木工 曾花了三个星期 做出一张八人餐桌 足可见多彩多艺的一面 连老公都佩服他的学习能力 而如今除了八点档 他的剧场工作也没停 仍在努力排练范绍勋导演 侯燕熙狼组军参演的舞台剧 魔法阿嬷 如今剧院不是在实施梅花座 相信也会让票房跟着冲刺佳绩 不过他也感叹 疫情期间 各行各业都很辛苦 这得来不易的好消息 相当振奋人心 其实看过范瑞军的演艺经历 不难看出他是一个 拥有艺术家心态的人 对待每一部戏和每一件事情 都尽职尽责地做到最好 也正是由于这种难得的演艺精神 才让他拥有高超的演技 希望他能继续将这份心态保持下去 也希望他在影视行业继续发光发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